字幕作曲 李宗盛 這部琴我一邊調的時候 我發現整個低音這邊 是高了好多的 高了好多的高到差不多斷 這兩個音 第三四個音其實我已經調好多了 現在給大家聽第二和第一音 看看大家聽不聽得出 我單音就這樣彈 不知道你聽不聽得出 其實最後這兩個音是高了好多的 到底高了多少呢 我現在調一次給大家看 看著我的彩曲動多少 現在就低下來了 剛才大家看到我的彩曲動好多 好 一號音看看是高多少 又看看彩曲動多少 是動到你也看到的 正常我們調音是不會這樣的 如果上一首是真的懂得調的 如果我們倒一倒 可能只是兩至三個Hz左右 是不會動到這樣的 那它剛才是高度 都差不多斷了 其實最後這四個音 即是我奉勸 因為這個師傅聽過客說 是老師傅的 即是我奉勸你 如果你聽不清楚 不要亂調 斷了自己走麻法 除了這四個音之外 其實高音那邊都是這樣的 有兩個低了半度 有兩個高了半度 有兩個高了半度 真的嚇死人 這支琴除了調音之外 我還要幫它修圓上去 這支琴因為額外加了一些圓 這支琴因為額外加了一些圓 它這個是加了在琴鍵的尾 這樣貼了一顆圓 但是有十幾顆圓 剛剛數過 有十八顆圓 是掉了 所以搞到一些輕重 就變得不平均了 我現在這樣拿出來 十八顆 十八顆 十八顆圓 十八個圓沒有完 但是我只找到十六顆 在底下 沒有 找不到再兩顆 不見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現在唯有在一號圓 和88號圓 就拌一顆圓出來 填補了 不見了那兩顆 因為第一和第八十八 就比較少彈 所以就選擇拌那兩顆圓 它的圓這樣貼在尾 其實很容易會掉了 然後掉了出來 因為通常 我們如果真的要加完 就加在這裡 你要加在這裡 你就妨礙自己拌一顆 加在這裡 加在後面 有時候你拌一顆 不小心撞 就撞掉了 因為始終你用膠水貼 很容易 現在它貼在尾 就更加容易掉了 因為地心吸力 你下面是沒有東西頂住的 你看看 手一撞 就掉了出來 所以 其實應該要貼的 就應該最好是貼這裡 我自己就不建議人加圓 除非布琴 設計有問題 你不加圓 會導致整個琴的運作 出現一些異常 又或者琴鍵很容易彈起 又或者彈的運作 本身手指超級大力 超級大力 你不加圓 你是完全滿足不到它 那時候才加圓 否則的話 是不建議加圓的 現在我就算貼上去也好 我都不會貼這個位 我都是貼在這裡 因為呢 還有幾十隻Key 那些圓是沒有掉出來的 我為了要遷就這些正常 沒有掉出來的Key 那我就唯有把粒圓都貼在這裡 真的 沒辦法了 那其實要貼完上去很簡單的 你買一支 百德牌膠水 然後呢 就在你要貼的表面 和粒圓那裏 塗一層很薄的膠水 即是 假設吧 假設我現在要貼這裡 假設而已 那 我就 擠些膠水 然後 在這裡塗一點 塗一層很薄的 然後呢 再在圓的表面 再塗一層很薄的 很薄的 很薄的就可以了 然後 等幾分鐘 等兩邊膠水乾了 然後把粒圓 壓下去 這樣就貼實了 如果你想說布琴 我真的很想加圓 其實你可以自己加的 那就去淘寶那裏塗這些圓 然後 自己拆開布琴 和一支膠水 然後呢 就這樣 在這個位置 貼上去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說 套完 現在這顆40克太重了 我想輕一點 可以嗎 可以了 前後 但你又不要 一顆前一顆後 會搞亂了你自己布琴的平衡 要不就全部後 要不就全部前 要不就全部後 要不就全部後 這樣自己想 總之 你在這裡比較前 平衡一點 其實你本來40克的圓 你的重力 就會變成了 可能剩下十多 那就是簡單點 趕搖搖板定錄 越接近軸心 你的重量 這顆圓發揮出來的重量 就越少 就是你彈力會輕手一點 越吞得後 哎呀 越吞得後 越發揮出來的重量 就越重 就會重手一點 就是這麼簡單的 今次的分享就這麼多 因為原本 我今天是沒有想過 要錄東西的 我連腳架都沒有 但是我現在 是用前置鏡頭 去錄這段片 所以 可能會沒有那麼清 但是 剛才實在太有趣了 布琴的客人跟我說 其實是沒多久之前才調 但我又發覺 為什麼可以走音 走得那麼誇張 所以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拍給大家看 還有剛才的圓 其實我都貼完之後 還要在底下 下一點膠水去固定 因為 始終貼在尾 那裡 是 怎麼都不穩 但是 為什麼師傅 要貼在尾 那裡 不貼在頂 那裡 貼在頂應該沒有那麼容易掉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 大家想一想 我不在這裡回答 調音的東西 我經常說 其實大家都不會聽 調得好不好 不會聽 除非好像剛才那些 離行離辣的 你就一定聽到 所以 其實師傅調得好不好 真的不知道 大家 接下來我寫著一本小說 那本小說會講調音師的故事 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是參考我以往的經歷 我當學師的時候遇到的事情 市面上有很多故事 一講到音樂的 其實都比較悶 包括如果講調音師的故事 最出名的 《陽雨降的森林》 就是最出名的 但其實 大家如果有看過 其實你會覺得 很感性的 那套東西 都不知道去說什麼 有些位置很悶 踢電梯的東西 也是很強行做出來 很強行說 畢竟始終都是一本小說 但我寫的這本小說 會比較寫實些 還有我怕大家會悶 所以這本小說裡的故事 其實是挺有趣 挺有趣 挺有趣 都是參考 這件事都是參考 以故小說家 魏翰先生所說的 他說 一本小說成不成功 在乎過不過癮 那我就想把一個很悶的題材 調音師這個很悶的題材 寫到很有趣 給大家看 希望我可以有時間寫 因為最近經常都要照顧小朋友 我是完全沒時間寫的 所以我很佩服羅琳 他寫哈利波特 那時候又要照顧小朋友 又要寫書 真的很厲害 希望我可以克服到這件事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記得訂閱讚好我的頻道 有問題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